金圓代工龍頭 臺積電 前年設廠美國亞利桑那州 鳳凰城要量產四奈米製程 但面臨當地缺水挑戰 臺積電早就想好對策 鳳凰城的供水近六成 來自鹽河和佛德角河 四成來自科羅拉多河 還有地下水能使用 臺積電更依照排放水 竭盡程度分級 最純淨的水再利用於生產製程 透過回收處理取得的次級用水 則用在無城市空氣洗滌 或冷卻水塔等用途 不只台積電 美國半導體大廠英特爾 也在當地設置晶圓廠 英特爾在晶圓廠中 製造的廢水都會先送到 廢水處理廠 消除廢水中的鹽水 其中一個占地約四點八公頃 的廢水處理廠 會將處理後的廢水 約百分之二十 送回英特爾廠區內再利用 百分之八十送給市府 作為民間灌溉用途 更預計二零三零年 能達到百分之百水資源循環利用 未來如果發生氣候變異的這種狀況 而發生非常嚴重的旱災的話 恐怕才是一個水資源運用的重大挑戰 晶圓廠不僅僅是吃電怪獸 更是用水怪獸 也讓晶圓大廠如何善用水資源 成了一大課題 華視新聞學姐邱榮慶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